我們可以看到有地方的首長 有個結尼代表都有到家裡去關心 但是呢 保密人則在社會工作人員的第一堂課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跟個案之間沒有信任基礎的時候 所有的後續要關心都不用團了 如果沒有信任基礎的話 我們很有可能會少救一個孩子 會少救一個家庭 我想跟處長 這麼詳細的資訊 讓這麼多人有辦法到個案一次家裡去關心 這個資料是怎麼卸回去的 我想絕對不會是我們社工專業的 如果是華在經濟的司機 是不是從這個短道出去 這個部分我們也不得知 但是以我們這個工作的關係 是不會有這樣的部分 那我們後來也發現到 他在委屈有空 我們第一個行程 到時候 被他這個部份打來移除掉 那我從頭半這個案件的直接看起來 目前通報最多是來自於社工 教育現場跟警察 但是呢 我們其實有四成的來自 在這個小朋友 他是沒有應幼兒園 他可能可能會是家暴 額虐的黑術 那慢慢處長回來 可以來關心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 我們社工 他的負擔跟壓力 其實非常的大 每一個社工 背負了二三十個家很厲害 但是我們的社工工時很長 精神壓力非常大 而且我們的社工 他的工資其實也沒有很高 而且還有沒有 全國內很多的機構 都有要回繳的這個狀況 這拜託我們處長一定 未來在發生這種案件的時候 要保護我們的社工 在台南 有議員直接開始摸嗆社工 因為他在處理他們 台南之前發生一些 合約案件的時候 他把他的這個 處理的過程都用網路公開 那其實他在議會裡面 直接嗆社工說 是社會處理跟社工 就是處理的SOP 標準的大 然後還跟社工講說 你們可以帶以外一個人 來跟我抗議 所以我要拜託處長 未來在這個通報機制之後 一定要好好的保護 各位 也要保護時候 不要讓那些壓力 壓到第一線的工作人員身上 這樣你才能夠對我們 柯哨保育 還有我們社工程的機制 能夠建立更完善的流程 好 謝謝處長